古朝鲜国王驾崩 怀孕的宠妃和外戚趁机将国王炼尸复活 为的是防止世子继位 争此眉心 药娇入口 垂笔入边 繁琐的古法后 国王成功复活 殿外不明真相的太医李承熙 带着小徒弟例行为国王送药 徒弟来到国王的请他前 突然一只手从帐子里伸出来 徒弟被抓了进去 下一秒 徒弟就成了丧尸国王的谈中餐 这就是2019年 王妃和韩国河拍的 罪火丧尸巨王国 一夜之间陛下驾崩的消息 填满了大街小江 消息传开了 徒生们支持世子李苍敬 被策划谋反 但外戚赵学朱 为封锁消息 不惜大情杀戮 铲除异己 世子也听到传言 急切想要见父王一面 康宁殿前 世子正跪在殿门口 紧求进去照顾父亲 但怀孕的王妃赵氏却说 殿下头痛 不想见他 让他回去 夜晚 世子躲开侍卫 悄悄潜入康宁殿探望 听到走栏 有人小声说 陛下消失了 世子还想仔细听 但是似乎有点说的叫声 还伴随着血腥味和恶抽 他正紧张 禁军首领赵范日 推门进来 赵范日是赵学朱的儿子 世子不顾赵范日阻拦 直接硬闯请殿 却又碰到了赵学朱 而指责世子狼子野心 言语之中充满了威胁 世子碍于赵学朱 强大的政治影响 只好做罢 面前的路走不通 世子领手下武英偷药房日记 日记显示 国王上月末 又开始不明原因的发烧佛痛 吃药也不见成效 但上面只记载了前几天的症状 后面就没有记载了 世子发现日记上有 赵李承熙入宫医治的记载 于是决定在手下武英 微服私房 前去会见李承熙 问个清楚 他先是找到了当晚值班石丁 石丁说李承熙 因为徒弟死亡 早已经走了 武英问徒弟得了什么病 石丁称 世子和武英决定去东来 朝立承熙 奋得究竟 武英担心路途条件坚弱 怕世子不能承受 世子直言 自己因为赵氏怀孕即将生产 担心得不到皇位 于是就策划如生谋反 回去很可能被赵薛珠抓捕 因此 世子铁了心 要前往东来 与此同时 赵薛珠拿到世子准备谋反的证据 他立派重臂 威胁老城 下令拘捕世子 但赵范日带人来到了世子的住处 世子早已离开 世子去找李承熙的消息 很快被赵薛珠得知 他下令赵范日 在世子到达赤绿玄前 追上他 另一边 李承熙回到赤绿玄 一女徐飞赶紧出去迎接 李承熙带会一具棺木 里面是徒弟残破的尸体 他让大家准备治丧 其他的什么也能说 东来的赤绿玄 是个收留穷补病患的医馆 与公众的交涉引力相比 临间已经是名不了身 医馆中的病患们 每天只能吃些清汤割水 很多病患几乎要饿死 隔天 一女徐飞出去挖药材 但连年的灾害 地上连根毛都不长了 徐飞赶回医馆 看到病患们正在喝肉汤 肉汤是医馆的永幸处的 永幸称列了一头路 徐飞虽然有些疑惑 但也没多想 他去盛汤时 吃惊地发现 里面有人的手指 但是可怕的仅仅是吃人肉吗 不 那人肉里还有失毒 夜晚吃过肉汤的人 纷纷失毒发作 人们开始失变 就这样 失毒由皇宫传到了民间 更大的危机 才刚刚开始